欢迎回到凯珀新频道有线电视 乐布斯属春游彰化新春特别节目 现在市面上有各式各样的主题餐厅 藏身在和美镇一间公仔餐厅 它是货柜屋结合户外的绿油油草皮跟装置艺术 适合爱拍照的网美们 以及内部特别用大面橱窗来放着老板所收集的各种公仔拼图 还有儿童游戏区让小朋友可以玩到断片 这些满足男女老幼的主题餐厅 非常适合安排春节出游聚餐哦 一起来看看 位于和美镇月美里的公仔主题餐厅 外观由器材的货柜屋组合而成 搭配绵羊苹果等装置艺术 就像一间坐落在田野间的梦幻小屋 走进这家餐厅 映入眼帘的是超过一千个大大小小的公仔 有日本居民动漫 好莱坞漫威电影角色 三十几平的空间就摆了三十多个橱柜 不禁让人惊叹 同时也吸引各地公仔米前来 我因为本身是在收集公仔 那因为公仔越来越买越多 家里也没有地方放了 然后想说就是 然后刚好一些同好 就是想要来我家里看 然后我想说就是 家里观看也不太方便 不如就开一间餐厅 或者是开一间什么样的店这样 老板蔡家行表示 开始收集公仔不到三年的时间 原本只是爱玩拼图 结果因为朋友的介绍与分享 他开始接触公仔 踏上收藏公仔这条 浪漫与梦想的航道 我原先是以拼图为优先 就是先拼拼图 然后后来才发现 就是朋友送我一些公仔 然后后来就觉得 这些公仔还蛮好看的 就越来越有兴趣 然后就是接触这公仔圈 然后就认识越来越多的人 然后就越买越多这样子 夫妻俩各有所好 一个爱收集公仔 一个想要做个生意 于是两人共同打造这间餐厅 圆了各自的梦想 因为我觉得 我想要找一件事情做 然后老公刚好是有公仔的东西 那我们就把它结合成一个公仔的餐厅 除了美食 公仔 店家还贴心的设计了儿童游戏区 让前来的顾客 能够尽情的享受用餐 以及欣赏公仔的时光 蔡家行表示 餐厅的logo 就是以他和老婆 还有女儿下去设计的 他笑说 经历了一场小小的家庭革命 才有这家餐厅的诞生 花了十个多月 打造这间公仔餐厅 顾客可以一边用餐 一边欣赏公仔 成为公仔爱好者 互相交流的热门原地 他也感谢家人的支持 尤其是老婆 还特地去考 秉急厨师的征兆 全家要一起航向伟大的航道